就是实话实说 大家都脸像西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是吗 今天很丑吗 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就无所谓 它很搞笑 就是我儿子 那是我女儿这样 不属于没有画的类型 一定要来看成潇的胡场大拷问 不然我会生气的 哼 哼 哈喽胡场大拷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成潇 这次在两期舞社当中担任主理人 节目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是一群女孩子的跳舞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是选舞者 所以就可能有很多不一样 特别西域 你觉得算是一种 之前美少女的最后路线吗 就是实话实说 因为他们都脸像西域 那大家都脸像西域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你在14岁的时候 就一个人去海外追求梦想 那这次看到这些学员 你在他们身上有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是 要节目拔掉一群的画面 你的那个DNA会动的感觉吗 就他们可能有些 已经出来工作了很久 再回来参加就是这样子的节目 就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 就还是不一样的感觉 女孩子们在一起还是比较温馨 然后还是比较有那种 友情力量的感觉 他们就每天住在一起啊什么的 都有自己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就是 就是女孩子的团魂更容易引人一点 就是很好玩啊 也不算是battle吧 就是说 因为battle的话就是 我一定要赢你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就是 那种风有点像freestyle吧 就是 就是大家 我就很开心啊 然后他们就起哄了 就是那样子的风 你这不跟那个社长还有四位主理人 就是有没有一些合作的舞台吗 哦也有两个两个 就是也有freestyle的那种 我跟飞姐 就是大家很high 就开心 跟那些主理人相似的时候 你们的画风是什么样子啊 就大家也经常开玩笑 我属于没有画的类型 捧场王还是 就是我如果没有什么话 想说的话 我也不会硬说 只是高高的吗 也不是吧 就是 舍空吧 吃饭吃饭 之前你电视剧杀青的时候 有看到你说到那个 Nafail的蛋糕 新代是爬长的吗 新代路是我之前的工作人员 他去玩的时候送给我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迪士尼 然后他就去玩了之后 就送给了我 但是那个时候 儿二还没有出来 儿二还没有出生 然后儿二出生了之后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儿子 对那时候女儿这样子 哼 推林大贝尔 对 雪地里发的成文当中 是林大贝尔本儿 所以你不赛 唱的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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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你知道 林大贝尔那时候 那一天是什么样的歌 当然是开心的吧 因为林大贝尔很可怕 那如果之后有机会 去迪士尼跟他自动的话 你会对他说些什么 就是逗他 跟他battle呀 然后还有 对 对 啊他可以的 他可以的 哈哈哈哈 啊因为他很搞笑 他很生气的 然后在跳舞的时候 然后要看他摇尾巴 嘿嘿嘿嘿嘿嘿嘿 其实一直在上海工作嘛 那为什么你都还没有去呢 因为懒 看到好像之前那个 杨丽小姐姐有夸张是野王嘛 陈小姐姐是野王耶 就是超级厉害 你要不要也给他一个称号 法王 法王就是中路嘛 这段时间大家全民都在关注中澳嘛 你有没有对TIC的项目或运动怎么样 滑雪 因为我是去年的年底嘛 这一季的冬季 就是才入坑的 然后就觉得太好 太好玩了 滑雪的水平 滑雪水平就是不怎么样 就是菜且爱玩 就是有看到像古爱人这些运动员 很帅气的样子 他内心就是OS的神 内心的OS就觉得他太厉害了 就是感觉 人和人的差距都这么大呢 我是你们的朋友好吗 如果我们在游戏上活动上遇到他 你觉得自己会想跟他怎么交流 我可能不会跟他交流 就是默默地看着他 哈哈哈哈 就是我可能会内心就觉得 哦我见到古爱人了 但是我的表面是 因为我不是社交那个很厉害 我属于等着别人跟我说话的那种 你觉得身边的好友当中 你觉得谁是社交流流的第一名 其实雪茵有一点点 他不是很牛的 那些他有一点点 就是跟我比就是海脈那种 就是如果在剧组里面 如果比如说刚开始搭戏就不熟嘛 他就会主动去跟说话的那种 大家都会觉得那个你的身图特别的能打嘛 有人会说你身上杀手啊 那个人间建模里 你听到这样的品牌吗 就是很开心 因为被夸奖总是很开心的 平时比较喜欢听大家 就如果要夸的话 你更愿意听什么方面的 听什么方面的 就是只要夸的都可以吧 我不在乎什么方面的 之前演的挺多戏的嘛 你觉得就是在那个演戏对你来说 有哪些比较难的地方吗 有一些跟我差距很大的角色 可能就会有一点难度 平时自己会去怎么揣摩角色之类的 我会去找很多就同类型的 先去看 大部分就可能会有一些对标的剧这样子 对 也会有老师 然后呢 你要看导演的想法是什么样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跟导演的想法是一样的 拍摄出来就会顺利很多 所以自己也一定会看吗 就也会看 也会看就是 像最近暖洋洋也有在看 所以会有觉得自己演技稍有些进步吗 应该会吧 时间长了应该会越来越好吧 你自己会介意你的一些好评价和不好评价吗 不介意 就是感觉久了就免疫了 可能刚出道的时候会觉得 啊是吗 就是啊今天很丑吗 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就无所谓 哈哈哈哈 各位啊有没有自己比较想挑战的角色类型呢 其实蛮多吧 去反派我也不介意 都蛮想挑战的吧 因为是我好朋友 然后我们一起做的歌嘛 有很多新的尝试吧 从歌到MV都是找好朋友一起做的 然后就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去收词 然后收到特别多 我朋友就说那要不你自己就试着写一下 然后我就写了第一版 然后我朋友说啊我感觉就是写嗨 就是比他想象要好很多 然后他就帮我做修改这样 他也不是那种很律动 就是非常快非常欢快的那种歌 就是跟我自己还是有一点像的 就是整个的描述 你觉得哪句话就写的特别有那种切实体会的那种感 出道很多年吧 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 哦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营销号就说啊 谁为谁谁比美啊什么的 我就会觉得 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是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吧 所以你就很容易会迷失掉自己最开始的想法 就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吧 还是要属于一点放空自己的时间 就是觉得可能心态会好很多吧 就很佛系 会啊 譬如就是戴红绳 然后要拜太岁 我会穿红的 新的一年你会有哪些体润吗 平安度过 哈哈哈